大家好,我是童魚走橋的鮑勃 德島跟愛媛為四國兩個相連的縣 德島的名門倭巢以及愛媛的稻候溫泉 都是世界有名的觀光景點 但除了大景點以外 大家是不是也想要體驗一下當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跟美食呢? 本集影片鮑勃就帶大家體驗一下愛媛德島的六天午夜遊 台灣的旅客可以坐飛機到關西機場後 從高速巴士到德島車站 鮑勃從東一出發就直飛德島機場 我們上午到達德島的第一站就先來享受大自然的奇妙 名門是位於四國德島縣東北端 人口約五萬人 名門漩渦就位在名門的最東邊 那裡有一個連接兵戶線跟德島縣的名門跨海大橋 搭配漩渦真的非常壯觀 漩渦的形成是在名門海峽中的瀨戶內海 和記憶水道 將退潮的水位差異而形成 春秋大潮之日的規模最大 直徑可達20公尺 遊速時數20公里 哇大自然真的是太精彩太奧妙了 現在能夠靠這麼美的美景 真的是來日本就來德島這邊 不能錯過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經典喔 我們這次搭乘窩流關潮船 Wonder Naruto 票價1800日元 加1000日幣的話可以到二樓特等席 然後一趟30分鐘左右 由於船身比較大所以不容易搖晃 比較容易暈船的人可以搭這種大船 被窩潮震撼過後是不是機業感也上來了 我們中午在附近吃德島海鮮 浮完水產的BBQ吧 大家可以從多種不同的海產中 挑自己喜歡的食材結帳 然後直接當場邊烤邊吃 然後邊看海景真的超爽 吃完中餐後下午的第一個行程 我們到Studio N2體驗染染的製作 由於德島的吉野川 非常適合種植染染的原材料 Sukumo 讓德島成為染染的重鎮 Bob也現學現賣 還是做一個充滿美感的手帕 當作傳家之寶 推薦大家來拜訪2021年底 新開幕的木頭玩具美術館 當時鮑勃有榮幸開幕不到一個月就去拜訪 短短一兩個小時就被精美的玩具 跟整個建築裝潢所吸引住了 德島本身大約四分之三的土地都是森林 林業也是支撐德島經濟的命脈之一 木頭玩具美術館的建立 就是想要推廣德島的自然魅力 以及與木頭息息相關的傳統以及文化 這裡分成很多個區域 比方說將當地地標梅山縮小1%的里山廣場 用5萬顆木球象徵四國最大的吉野川 專賣給三歲以下幼兒遊玩的沐浴廣場 可以讓小朋友玩到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樂設施 奧桑農村舞台以得到農村風情為發想 還可以用木頭食材做木頭便當 Table Soccer Field可以玩到手足球 聽說這裡擺放的基台是真的比賽的規格喔 Udatsu no Machi 是比造美馬式的某件設計出來的區域 每一間小房子裡面都有不同的玩具 大家看到劍域是不是充滿著日本感呢? Gokko Forest 是館內最大的區域 分成兩層樓 就像是在山林中散步 大家也可以去拔木頭的野菜 還可以坐的溜滑梯滑到一樓 看看即將邁入終點的包勃是不是玩到有點失心瘋了呢? 我相信小朋友應該會更喜歡 如果大家今天打算住在銘門市 推薦大家住在Aowao Naruto Resort 這裡總共有209個房間 最推薦的是可以看到無敵海景的房間 早上坐在房間提供的陽台位置 享受悠閒的早晨 也順便推薦一下這裡的餐點 餐廳Irodori晚餐才自助吃到飽 食材來自四國這一帶 數字用不同的餐點真的會讓你吃到撐 放不下筷子 早餐除了剛剛的餐廳Irodori吃到飽以外 Teras Cafe Oge提供三名制吃到飽 大家除了可以帶回房間吃以外 也可以直接在這裡邊吃邊看海景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前往德島車站開始這一天的行程 藍機也穿小火車分的室內跟室外兩階的車廂 採用阿波蘭的色調非常可愛 跟站內的工作人員說再見後 電車也開始緩緩的向前進 到了石井車站後我們轉到室外的車廂 聽著導遊講解這條路線上的風土民情 一路吹著涼爽的微風看室外的美景 時不時跟熱情的德島居民打招呼 約80分鐘的車程感覺馬上就結束了 JR雪吹斷下車後就可以前往邪丁卯劍房屋街道 江戶道明治時代 即也穿戴給得到西阿波這個區域繁榮 卯劍房屋街道這個區域 作為阿波蘭與煙草的集散地 也同樣享受了無比富饒的時光 這裡保存了江戶中期到昭和初期的85棟建築 於430公尺的道路上也因為保存良好 這裡於1988年被指定於重要傳統文化建築群保存地區 特色為街道兩旁的卯劍防火牆 就是用房屋山形牆旁邊伸出去的側臂 也是有錢的代表 建議散步拍照後走到古代燃卵倉庫風格的道之役蘭葬用餐 這裡二樓提供了德島縣當地迷產 阿波瑋基蒸籠飯 雞肉非常的軟嫩 山菜跟五木飯也是煮的恰到好處 美味 如果不是很餓 只想要稍坐休息的話 這裡有很多古名家風格的咖啡店 比方說咖啡角屋 鞋叮保健房屋街道這帶也是西阿波的一部分 也是我們今天下午到明天行程的旅遊區域 自古以來德島西阿波這個區域 是四國的重要交通要道 充滿了歷史文化以及自然景觀 也是日本以及外國觀光客得到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我們來到Forest Adventure 體驗在美麗的森林內挑戰自我膽量以及體驗極限 簡單來說大家會在身上綁個安全繩索 然後將繩索上的扣環扣在鋼索上保持安全 首先我們認真聽完教練解釋後就來自己挑戰囉 這裡分成四個不同的Course 大約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就可以挑戰完成 乳酸堆積跟滿頭大汗之後 手尾再來個長360公尺 高低差50公尺的高空溜索跨越祖古川 用這種方式享受這個區域的美景再適合不過了 夜幕第一槌也是去溫泉旅館的時候了 我們今晚下到Hotelu Mijiji之湯 合室房間住起來非常的溫馨舒適 晚餐的會席鄉土料理使用這一代的山鏟跟水鏟 真的是美味 吃完晚餐之後大家就來泡個舒服的溫泉 結束一天的行程吧 起床之後我們就來享用飯店好吃的早餐吧 吃完早餐我們就來開始第一個行程 流經西阿波的極野船是日本的三條爆河之一 歷經這條河和兩億年的重刷 形成B字形也有起也巨石的大部尾峽谷 這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 我們早上的第一站就是利用大部尾峽觀光遊覽船 來觀賞這個峽谷 我們從岸內所一路往下走 走到峽谷接近河床的部分 坐上遊覽船 這場30分鐘來回4公里的行程就開始囉 如果日文不錯的話還可以聽聽看導遊的精彩講解 搭完船之後回到岸內所 鮑勃發現這裡的工作人員真的超愛台灣的 還會講個極句台語耶 接下來我們來到可以看到大部尾峽谷跟極野川的大部尾休息站 這裡販賣很多德道以及當地的名產 大家可以在這裡寫拼一下 中餐就來吃休息站內的咖啡和吉米耶 鮑勃點的大份量山豬鹿肉漢堡真的很好吃 呈現很少體驗到的野性風味 下午的行程我們來到了 這裡是有日本三大騎橋之稱的祖谷葛藤橋 從來是深山溪谷地帶唯一的交通設施 這條橋使用野生的藤蔓編織而成的 每三年就需要重新編織一次 橋本身很容易晃動 然後藤蔓間距也很大 距離水面有14公尺高 走起來真的是驚險萬分 但比起剛剛的Forest Adventure 祖谷葛藤橋就像一塊蛋糕一樣簡單啦 走完橋之後還可以看看附近的琵琶瀑布 然後吃當地的特產旋轉木偶 加馬鈴薯、豆腐以及蒟蒻串在一起 然後塗上味噌後用炭火烤 好吃 我們下午4點左右回到大部圍車站 搭乘電車轉乘一次大概三個多小時 我們正式進到了愛媛的松山車站 現在時間有點晚了 趕快去飯店check in吧 晚餐我們就試試鄉土料理卡多鴨 這家這次1955年在愛媛的余河島開始一夜的 原因如此他們的鄉土料理絕對正港 餐廳食材新鮮 用餐空間跟福利都很棒 剛搭車的疲累一掃而空 吃晚飯趕緊休息 期待明天的行程 我們一早起床就前往 到後溫泉半日遊吧 從松山車站 搭乘一羽鐵道的室內電車 大概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到後溫泉了 跟很多位於山中的溫泉箱比較起來 到後溫泉的交通真的非常方便 據說很久以前 有一隻英獸腳傷的白鹿 把腳浸泡在這裡的溫泉中後痊癒 看到此幾人感到不可思議 一開始學白鹿泡溫泉 這也是到後溫泉的由來 最具代表性的到後溫泉本館 算是到後溫泉的地標 於1894年改建完成 主要是由四棟建築組合而成 是設有日本唯一的皇室專用浴池 也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定為 重要文化資產的大眾浴湯 自從2019年開始 到後溫泉本館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 也期待整修完成後融光焕發的樣貌 大家也可以嘗試到後溫泉的兩個外湯 一個是裝置湯 一個是飛鳥奶湯泉 兩個溫泉會館中間還有一個超級適合打卡的中庭 大家可以穿著浴衣或和服拍美照 飛鳥奶湯泉的特色就是 飛鳥時代建築風貌的溫泉湯屋 入口就讓人家眼睛映亮 優美的室內設計 加上書法家子中女士的書法寫著水流香文字的雕刻作品 很像在拜訪跟美術館 2樓還有60碟的休息室跟獨立休息室 最有特色是需要預約才可以泡的特別浴室 重現到後溫泉本館的皇室專用浴池 給你一個獨立的休息室更衣休息 然後享受獨特的泡湯體驗 除了泡湯以外 這裡還有幾個特色景點讓大家參觀 為了紀念到後溫泉本館的100周年 在車站附近的放生員設立一個少爺機關中 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始終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 由於日本文豪夏目術時的少爺 是以松三為舞台的小說 故事當中的登場人物會隨時中一起出現 講到少爺也不能錯過緩慢行駛於 陳夏丁的少爺列車 大家可以在道後溫泉站看到列車的人員 手動讓列車掉頭換軌道 非常有趣 至於車站的星巴克也不能錯過 道後溫泉站設店如其名 就直接蓋車站 車站是由1911年建造完成的 明治陽風建築 從開放桿石組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到一個位置不多 但開放桿石組類似交流廳的一個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的大家 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車站對面的商店街 是一個長約250公尺的L型圓頂拱廊商店街 以土產店跟餐廳為主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以賴戶內的海鮮 衣羽在地野菜所做的料理的道後魚舞 試試看符合當地名產釣魚飯 以及超多配菜的魚舞御膳 如果想吃吃看日料以外的東西 那就試試看道後的丁屋 這家漢堡百名店整個傳統廷家風style 還有小小的庭園 除了漢堡好吃以外 搭配一個道後名產roll cake也不賴 記得加點一杯愛媛的蜜甘汁 說到蜜甘汁也可以在這裡嘗試一下蜜甘做的不同甜點 比方說雙麒麟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古老的溫泉街當然也有些神社寺廟囉 可以走到超美食街的伊佐爾波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的花材 到圓滿四球的戀愛運 或是到守護道後神社的湯神社 還可以順道去旁邊的天空散步道 泡個足湯 你要看道後溫泉的景色 在道後溫泉玩到下午左右 趁夕陽西下前我們前往附近的松山城吧 松山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長七年 在光源執展活躍的家藤家明為初代繁祖 然後花了將近25年才建造完成 可疑城堡於1784年因落雷而燒毀 現在看到的天守是西元1852年才建造完成 這裡包含天守 共有21個中央文化財 非常有歷史價值 松山城本身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松山城是屬於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松山城蓋在標高132公尺的順山山上 由於是建造於平原中的獨立山體之上的城堡 屬於平山城的建造方式 除了可以走路燈山以外 鮑伯覺得最好的方式是用釣魚搭乘六分鐘通往本丸 一路輕鬆的看風景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你打本丸之後從長者之瓶開始走 一路散步觀賞重要文化財 經過重要文化財 松山城的立牌前照當相 從一隻門俯瞰天守 這個角度包補很矮 除了看天守本身 見到天守內部也可以觀賞到很多歷史文物 看看長知識也不賴 到達標高161公尺的天守頂樓 我們可以無死角的觀賞松山市景 夕陽西下的時候觀賞西邊的賴戶內海 好想要時間就這樣靜止 讓鮑伯多花一點時間觀賞美景 觀賞完天守格之後 我們可以搭乘纜車三分鐘下山 走這麼多路應該肚子有點小餓吧 是不是想試試看這裡的特色料理呢? 鄉土料理五至喜本店 應該是松山最知名的鄉土料理 開業已經380年了 據當地居民說 當有客人來訪松山時 家電或是當地人推薦的首選 這裡的鄉土料理都是用當地食材製作 一群人坐在各市 點一大堆菜一起分享 真的是爽度十足 離開松山城我們回到道後溫泉前往今天下榻的飯店 包伯取材的時候所入座Hotel道後Yaya 進到大廳就有免費無限倡飲的蜜乾汁 真是新奇有趣 房間本身非常小小可愛 離飛鳥奶湯泉非常近 走路幾分鐘就可以直接泡湯了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早餐 蔬菜水果的選擇真的很多 很適合出去玩也想追求健康的朋友們 吃完早餐後我們就開始接下來的行程吧 首先我們回到松山車站來搭乘觀光列車 從松山車站搭乘的一羽灘物語分成兩個車廂 一號車 倩之章 是代表夕陽的顏色 二號車 黃金之章 是太陽跟柑橘反射在一羽灘的顏色 鮑勃搭乘的火車已於2021年12月底退役 2022年春天一羽灘物語已經新增第三節車廂 洋花之章 但人保有倩之章跟黃金之章的車廂 我們這次搭乘的大周篇行程兩個小時 可以邊看五滴海景邊享受超好吃的早餐 少少少也有種誇張 電車到達下灘站也會停一下,讓大家下車搭配美麗的車站看海景 大樓已與小京都之稱的大洲,現在充滿歷史懷舊感的明知之家並散步 這裡有古早的商家跟五家巫夫的建築,也是經典日劇《東京愛情故事》的取景之處 想悠閒一下的話可以到Nipponchia Hotel的草坪上喝杯咖啡或吃點點心 接下來到了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也是米其林綠色的指南一星的臥龍山莊 拜訪的時候是秋天,紅葉真的很好看 這裡是宇州大洲藩第三代藩主,因所在地蓬萊山,看起來像一隻巨龍臥躺之姿 所以把這裡取名為臥龍 然後山莊的由來,是茂衣山河內影次郎,經過十年的構思跟施工建造而成 臥龍願有茅草屋頂的農家風格,分成三個房間都各有巧思 經過時亭走到茶室布朗安,在這裡享受片刻悠閒,順便看個美麗的景色 離開大洲我們搭乘火車往下走,來到宇和島市,先來吃個中餐 試吃鄉土料理大宙哥烹,火子咪亭 這家店為塔貝勒古版名店,也曾是米其林指南推薦的餐廳 特色為海鮮料理,一定要嘗試看看他們的宇和島的鯛魚飯 鯛魚配上聖誕汁的味道真的棒棒的 宇和島市的珍珠養殖場土居珍珠的品質聞名於是 我們最後一站搭乘巴士半個小時 就來土居珍珠體驗取珍珠,以及賤賞珍珠的情城 首先我們來看如何培養珍珠 時機到養殖場挑選珍珠貝,拿出來的珍珠就是你的啦 接下來請專業人員加工我們珍珠的同時 也學到如何分辨珍珠的好壞 現在時間也接近傍晚了,我們搭乘兩個多小時的火車 來到愛媛東側的金智市 到了金智市我們就來割蓬賴戶用個晚餐吧 想用萊刀海鮮的日本料理 吃完晚餐我們下他金智國際Hotel 這裡算是金智市的地標喔 早上我們就來用飯店的早餐 用完餐可以步行到金智城 這裡原本於西元1608年建造完成 因為明智為新的沸凡制限後於1980年重建完成 對了,聽到金智市大家是不是會聯想到金智的毛巾呢? 沒錯,日本最大的毛巾產地就在金智 我們搭乘計程車約25分鐘來到毛巾美術館 這裡是全球首作融合毛巾與藝術的美術館 除了可以看到毛巾做的藝術品以外 還可以看到毛巾的製作過程 現場當然也有販賣毛巾囉 有很多聯兵款大家可以看看 離開毛巾美術館 我們從金智車站搭乘巴士來到了Sunrise絲山 出租站是一個複合式的區域 在這裡租借腳踏車一天2000塊 保證金1100日幣 如果你是假地租假地還的話 則保證金可以還給你 但如果打算假地租以地還 那將不會退保證金 不同的車型也有不同的價錢 比方說100的電動車就會4個小時4000塊 除了可以租借腳踏車以外 這裡還有對車友友善的旅館 有陽室、河室或大通鋪室的房間 洗衣服或放置自己的腳踏車都很方便 而且飯店還可以看到美麗的萊島海峽大橋 從出租站一路往大島的行程 只能說是星礦神儀 往萊島海峽大橋騎腳踏車的路途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不太需要用到太多心肺功能 騎上橋之後往下看就來到海峽 看到這些海上的島嶼群 就充滿了四國的賴戶內風情 我現在身後方就是看橋的最佳位置 你看這個海、這個橋、這個天河唯一 真的太棒了 我現在身後方就是看橋的最佳位置 到了大島之後我們就在衛武設計 位於標高307.8公尺的龜老山展望公園 看個風景吧 可以從這裡觀賞另外一個角度的萊島海峽大橋 也可以遠眺遠方的金智市 在這個角度啊 海底照片也有一種懸空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看著覺得怎麼樣呢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精彩的六天五夜遊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